看過去路面大片嚴重軍裂 甚至有些地方還有塌陷的情況 在西灣路二段216巷 也是可以通往林肯大郡的道路 不少車子進出 也有新拔駛在走 只是幾十年的路面 時間已久損壞嚴重 以往坑洞修補 根本治標不治本 居民就說道路坑洞不平 騎機車還有行人走起來好危險 我跟藍岸議員、藍岸議員反映 跟這輛都不來做 這很危險 大家車還搶車 然後油頭還沒進去 跟這輛又不來天堂 整條路都別 然後都不來做 這種路面實在是都歸類的 都對我們行人以及車輛行走 都很不好 都非常會 因為這個道路也是很久沒有整修的 要重新刨除 重新來鋪設這樣子才會好 道路因為年久已經比較屬於 道路已經有一些歸裂跟坑洞 那還有一些高低差 常常會導致一些機車 還有一些行人 在走路的過程中 有一些安全的疑慮 所以請公所來補牆 是不是可以刨除 然後做一個重新鋪設 在就程情之後 新北市議員張景豪 就邀請了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據明說每天進出的巷弄路面不平 一旁橋的銜接處也因為高低落差 再加上有水溝蓋 騎機車經過實在不安全 另外巷口實現不好 也經常發生車禍意外 希望能夠一併改善 因為這個橋過去之後 因為是下坡 那下坡剛好有一個坑洞 那道路的品質不是很好 所以呢 也是建議公所趕快來做 即時的一個修補 或是整個整段的一個跑處重鋪 另外我們因為在這個巷子 因為有一些安全性的死角 也建議在這裡加裝一個突進 反光鏡 讓左右來車來到這裡的時候 可以看到汽機車的進出 我們爭取到今年的7月底以前 會把一些立即性的 趕快來做一個修補 把它跑出重鋪 會看後也請公所回去評估 進行路面改善 還有在路口加裝反射鏡 保障人車進出安全 甲崇慧林 細紙採訪報導